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一篮球教学,我是玄之导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请记得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视频的右下方扫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哈登的惯用的一种双夸silver的突破过人 我觉得哈登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有创意,非常的用心 然后防守也容易防不胜防 也是一种节奏性的突破 那么现在哈登比如说,哈登在这里三分线,对不对 他在三分线的时候,到这的时候,比如说要单挑对手的时候 他会用力的,用力的做一个cross over,回来 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就是快速的时候再做一个cross over 然后直接上篮,比如说他是这样用点力,然后回来 回来的时候他重心会降得更低 会降得更低 突然一下就变了个节奏 很快,同时幅度也会越来越小 比如说他开始的这个cross,是非常有力量回来的 开始有力量回来,突然一下,突然一下他还会做一个相同的动作 只是这个动作会更简单,会比之前就是说幅度更小,节奏更快 开始往这边做cross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有力量,幅度大一点的时候 拉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偷偷的往这里 就往他做这个方向上,偷偷的回来了一点 就是他出去之后,然后又偷偷的回来一点,然后又加速 加速做了一个幅度更小,更快嘛 更快的一个cross over 这时候他就是整个身体就,核心就收紧 爆发性的收紧之后 最后一次cross的时候,也是把球砸在地上,对不对 砸在地上,然后你去追球就行了 把球很猛地砸在地上,然后直接去三大步上篮 就OK 就相当于一个这种cross over 比如说你看地上,就相当于是一个cross over的动作 直接去上篮 懂意思没有 他就是,一是打一个节奏,同时又有一个这种偷步式的上篮 这个其实不算走步嘛 就你cross over,之后之后,这个球去上篮 这个是不算走步的 然后这个动作的要领位,然后我们再拟一下 就是说,一定是节奏上用胯下靠近对手 然后用力,然后用力地做一个大幅度的拉回来 往这边偷偷挪一点 挪一点让防射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你已经移动了 然后你就可以利用刚才移动的这一点空间 去做一个爆发性的突破 同时又,你这样大力地挪回来之后 突然很快地做一个 防射的话,它是不容易反应过来 加速做一个 然后直接一个cross 直接一个cross 把球砸在地上,砸爆 把球砸在地上,砸爆 然后顺着这个球,接着去上篮 就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个象律 在调整的地方 在这边 没什么象律 那是一样律 就是有一个象律 在这个象律 就是有一个象律 很高兴 是有一个象律 是有一个象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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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